8月10号凌晨 著名言情小说家 腓我思存 发布指出 真寰传的作者 刘恋子 抄袭他的作品 并放弄了实锤 腓我思存 8月9号在微博上 放出了自己的一篇 小说的故事梗概 这差不多的剧情 让真寰传的粉丝们 立马炸开了锅 有粉丝质疑他 一开始不说 现在发生 只是想通的无聊马后炮 北大也立刻怒怼了回去 还有人咄咄逼人 质疑我为什么 今天忽然提着试 呵呵 因为我炸毛了呀 为什么炸毛了 因为有人做了 对原创作者 很过分的事情 并放出了抄袭细节 他当年记错了一句诗 结果流量子 连错别字 一块也原封不动的 抄过去了 细心的网友 也找出来这句诗 就是当年的心动名句 逆风如解义 容易莫摧残 人句为 朔风如解义 今早 匪大又在微博发声 没想到 如意传也是抄袭 连错别字也一起抄了 有网友还总结出来 真寰传 涉嫌抄袭的部分 小说和段落 姥姥也是十分震惊了 其实《真寰传》 早在几年前 就被指涉嫌抄袭 作者留恋此的态度是 不承认抄袭 对此本来不评价 只觉得抄袭可耻 忘了新闻 兴趣的人永远不知道 真正用心创作的人的心苦 不倒